黃金寶 曾經披上單車界的最高榮譽彩虹戰衣比賽 單車帶領他取得成功 亦令他不斷成長和繼續進步 我自己那邊有香港體育學院的同事 還有這個機構 它裏面有很多專業人士協助我解決很多問題 因為可能有時候我為了比賽輸了 或者證明不到自己 或者自己覺得很大的壓力 很多人希望我這個比賽有得好 我自己有得不好 覺得自己好像一個罪人那樣 可能通過運動心理 慢慢把這些事情去解決 而且一定要經過自己的磨練 自己想通才能夠解決 解決了之後就會覺得很堅強 就會想起原來這些人生的堅強 是單車給我的 其實很多比賽都會有很多的想法 不同的想法 譬如我第一場比賽 我想回其實都很有意思 那時候第一場比賽 我自己就可能叫做連肇氣繩 那我有一次比賽 就很快就過了那個人 那時候很小的時候 就跟他講 先走 好像很囂張 但是轉頭他又過了我 我又再超不回去 那我覺得 咦 單車原來打給我 就是覺得做人應該有個道理 就不要說可能太囂張 或者做人要有 不是那麼簡單 那到中間可能有些比賽 比如說好像全民會 亞運會 甚至乎世界冠軍 那都一路一路改變自己的人生 那在現在這個刻 其實我自己個人也好 還有為了香港單車隊也好 那其實我自己覺得 就是現在想來想去 都是唯有一個奧運的夢想 想實現了它 那現在一路一路 在自己的時間上放鬆著 還有在休息著 那都是在想個人和一個團隊 怎樣能夠可以做到奧運的目標 我們自己 上一屆我們就在沙田 就是圍著沙田城門河去踩 那就是一個所謂的妖犬賽 那今年我們是比較特別 就是由點到點去匯豐銀行 然後去這個柴灣恆花村那邊的 那就是當然路線是有不同的 而且那個形式也都有不同 那就是也都會經過香港 就是東區走廊一個非常之 就是景色漂亮的一條路線來的 那我相信參與的市民 就是會得親親體會得到這個分別的 我都不記得真的 學生什麼時候學識了踩兩輪單車 那但是其實我自己 開始踩單車的時候 我們踩四個輪先附著 踩一下踩一下 然後就不知道什麼時候 學會了兩個輪 那其實覺得單車很有趣 不停要平衡它 那經常都會覺得有時候會跌倒 又爬起來自己踩 就是覺得是 踩單車好像一個濃縮的人生 Reino 那麼得麽 非常非常好 然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